今晚深喉咙 有多深 化多深 被天鹅台风暴风圈笼罩的蓝雨 22号傍晚出现14级的最大阵风 海边的风浪明显偏大 而绿岛在露夜后风雨更是明显 路上也几乎看不到任何路人跟游客 下午的强风大雨更让开在路上的汽车 只要一下没有打雨刷 就马上看不清前面事件 镜头再带到花莲 下了一整天的雨 让花莲集安乡南海二街 水不断淹到脚踝 而花莲单日突破上百毫米的雨量 就怕造成更大的灾情 国军更是赶紧帮忙 在民众家门口堆沙包 防止水淹进民宅 水垢盖都被水泥堵住 那这一段的话是底下有一些 垃圾卡在这里 所以以至于水没有办法消散 而市区的夜市 不少店家也延后一到两个小时开门 人潮明显冷清许多 很多店都没有开 大失所望 尽管天鹅台风 不会接触到台湾陆地 但外围环流仍然是影响着台湾东半部 入夜后风雨将持续增大到23号 也提醒民众多加注意 记者花东综合报导 像太阳森与的热门 要不要无法决定